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自己也有份买NUNA 也曾經叫過我的觀眾去買 這件事我承認 當時NUNA我自己也輸了很多 跌到歸零 究竟他是大丹老師還是大丹老師呢 我覺得既然大家都想賺錢 既然資產提供了一個賺錢的機會 會這樣賀樂而不為 透露一下 透一點 你身家有沒有去到多少位數 因為我自己不太喜歡透露 我怕感覺好像很懸負 接近一億 有人說加密貨幣只是一個 鬥快搶人錢的世界 一切都是scam 但他覺得只要把握機會 scam都可以是財智跑道 比特幣由2萬元跌到3千多元 究竟是否一個偏局 但對於我來說 這只不過是市場的波動 今集財ELDO時號 一如看看這位人兄 如何靠虎幣發達 至於我們發不發達就看你頭 記得訂閱FINANCE730的YouTube Channel 再追蹤IG、Facebook 記得去我們網站登記做會員 大家早前走過銅鑼灣站 一定見過這個廣告 而他正正是自己給錢 銷售自己的主角 東忌 不過自騙成這樣 必然引起連登仔的熱烈討論 我自己做了很多閉圈 很多人沒有做過的 我自己覺得這個廣告 應該會有一個很大的迴響 鹹魚就是在象徵這個夢想 究竟你是一條鹹魚還是這個夢想 就算這條鹹魚有沒有夢想 那個船其實背景是怎樣 就是一片茫茫的大海 只有一艘船在向前走 但他不知道前面究竟有甚麼在等著他 真的你不說我都不怕 花了200萬當自己MIRROR般捧 無非都是想多些人認識 和看他的頻道 話說他去年開始 在網上分享加密貨幣的投資心得 吸引到不少粉絲跟單 不過幣圈近來遭遇連環不幸事件 比特幣由高位跌足七成 LUNA幣爆煲跌足九成九幾乎歸零 這位大丹老師一樣中了負 我自己也有份買LUNA 我也曾經叫過觀眾去買 這件事我承認 當時LUNA我自己也輸很多 有沒有觀眾說回來 我一定有的 但我不介意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會有能力去賺錢 不知是否這份自信 書大鑊都無了忠實粉絲課金 他說現在收費會員有500個 800元一位 即是說他就算不炒幣 都每月正代40萬 而為了答謝粉絲 他不止開講座做善事 還搞了一間Clubhouse給會員去玩 不過做人做到這麼高調 自然Haters都不少 隨緣吧 我自己覺得 一個人 其實或者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裏 一定是有兩個不同的聲音 但作於我來說 首先我自己 不是做什麼虧心事 那月賺40萬算不算多呢 就要同副身家比 冬技說自己幾年前 用30萬本金開始炒幣 食正當時買什麼都賺的時期 那時我是買了以太坊 那時的以太坊 大約是80至200元的價位 其實我將很多的錢 甚至所有的積重 其實放在以太坊的現貨 然後就相信他 然後就找到我的打銅金 那你透露一下 透少少 其實你身家 有沒有說已經去到多少位數的字 因為我自己不太喜歡透露 我怕感覺好像很原厚 接近一億左右 當然除了HOLD之餘 都要靠炒上落才賺到這麼多 但如果他是今年才入市 結果又會是怎樣 就當今年初入貨 以太幣大約2800至3000元美金去計 坐貨坐到截稿前 只剩下1000元左右 即是輸了六成多 他就贏載買得早 怎麼算都還是大賺 還因為去年幣市創高峰 而進入財智的生活 會把古新的床放上天台 我打算對於天空造應該會有感覺 而且這裡有個很美的海景 座位真是一流 好,接著就是小弟的房間了 哈哈 這個露台就正了 這裡就是我思考人生的地方 到最後呢 這個家裡的桑拿房 哈哈 是啊,在家裡可以 焗桑拿 有空可以去游山換水 又抄一下心經和蟬修感 但未才智之前 其實他都是一個工作大於生活的打工仔 香港的各行各業我都做過 因為當時其實在讀書的時候 我已經是做飲食業的工作 讀完書之後 因為我讀書就不是很厲害 考不到律師、醫生 結果他做些什麼 就是可能試過回地盤 救生穴 就好像現在這樣 三十多度大天使在這裡炸鐵 不過說真的 始終香港人都想舒服一點 不用日煞雨淋 說到最後 倒是因為南嶺的工作太辛苦 不禁現況想求改變 有人會覺得他是幸運才才智到 他就解釋 是因為他信價值投資而成功 還叫人現在應該趁熊市去吸貨 因為我自己其實在幣圈 已經經歷過兩次熊市 或者我自己的心理壓力 會比其他人承受更加之大 我自己對於現在這個回調 純屬是一個沒什麼難受的情緒 我知道牛熊是會有轉換的 到下一次牛市的時候 當我有一個足夠的籌碼 我自然就可以找到一筆更大的錢回來 看回加密貨幣指標 比特幣和以太幣 都已經回到2020年的水平 有分析師甚至體探比特幣 會進一步跌到一萬三千元美金 但冬季反而覺得要人器我取 我自己的估計 在2024年 比特幣將會有一個全新的牛市 而這個牛市是因為減產 和美聯儲宣布加息開始防援 現在比特幣跌到接近二萬元的位置 有些人會覺得是一個危險 但對於我來說差不多是一個機會 賣不到雲吞麵 沒有價值 是scan 龐氏騙局 相信還是不少人對加密貨幣的看法 但靠它發達的冬季就不是這樣想 說crypto比特幣由二萬元跌到三千多元 究竟是否一個偏局 但對於我來說 這只不過是一個市場的波動 加密貨幣就好像一個人人生 很多時候你會見到它很風光 最高峰到六萬九千元 但到最美的時候 甚至到現在很多人都知道 跌穿二萬元 有時候覺得就好像人生的低谷 在人生的低谷的時候 一定會有些人離開 有些人留下 你在它最霉的時候 你願意相信它的話 它來到一個反彈的時候 一起享受人生的風光 加密貨幣會成為未來的重要資產 還是一場音樂耳遊戲? 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喜歡這條片記得Like和Share